接下來我們要做幾件事 就是刪除不要的列 哪些不要的 我剛剛講過 就是那一些包含什麼 包含這些不要 然後還有多餘的底下的這個列 有沒有 那怎麼樣是最快的 我剛剛有講過 最快的方法我後來發現 其實是可以把游標放A1 然後讓它立到A排序 排序完之後呢 你可以向下追蹤 什麼追蹤呢 就是B1C alt向下 得到的是這一列 然後所以它下一列 把他選起來 一直選到哪裡呢 選到A的最下面一列 其實這可以把它刪掉 一直往下拉到哪裡 拉到A的最下面一列這裡 然後把他按序個鍵 有沒有 然後按右鍵Delete 掉 這樣就刪掉了 OK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呢 你說老師這樣其實 椅子也蠻好的 不用寫程式 可是我如果希望 最好要做的話就做徹底 不要說有些做那個 有些用這個一半的 所以如果假設 你說老師我希望可以把這個動作 可以寫成程式的話 有沒有辦法 當然有 有沒有很困難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其實程式沒幾行 剛剛的動作 當然你可以用錄製的 有沒有 開發人裡面可以錄下來 但後來發現 用錄製的 錄下來程式可能超過20行 後來我發現其實自己寫的話 根本不用 寫完的話程式只有這麼幾行 看一下 後來發現寫完之後只有四行 OK 非常精簡 所以要怎麼寫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其實我會覺得蠻 因為我自己可以把這個程式寫這麼精簡 我自己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如果用錄製的 或你網路上找到的 絕對沒這麼精簡 寫了一大堆 結果一樣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動作 首先的話 我們一樣在那個 Sub這個 module裡面 增加一個叫 刪除不要的列 反正這個名稱比較 比較 你可以自己取個名稱 我取這個名稱 你們比較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動作做什麼 排序 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先第一個動作 先把游標 放在A1 然後做這個 力道A的排序 那這件事情 如果你要寫成VBA的話 很重要 你可以怎麼排序 其實蠻簡單 第一個 有點像剛剛那個 向下追蹤的那個動作 第一個 Range A1 有沒有 有點像游標放A1 後面點 剛剛是點END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排序的話 請記得 排序的話 在 這個VBA裡面的話 有一個方法叫Sort 所以你打一個SO SO大概是出來了 Sort OK 這個Sort就排序了 那可是按空白線之後的話 後面很多的參數 他可能至少要提供給他幾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 你的Key是哪一個 這個Key的話 通常就是他自己本身 就是A1 所以你把Key先給他 OK 第一個參數 豆點 第二個參數是說 那請問一下 你的排序方式是怎麼樣 如果你是XL Ascending的話就遞增 如果Descending就是遞減 可是你說老師 如果我這個字不會拼出來的話 我印象中 他好像會自己讓你挑 所以你就豆點之後 他好像會跳出一個清單給你選 那首先的話是Ascending 這個叫遞增 Descending叫遞減 不過這可能要稍微自己記一下 Ascending 所以我們要遞增 因為我要遞增 那所謂的遞增 就是所謂的A到D A到D就是這個Ascending 那D到A的話就是Descending OK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OK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選什麼 選那個這個Ascending 如果他沒出現 你按豆點 我記得再打一個X 他就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如果沒出來 你可能就是自己自己打一下 OK Ascending 這樣子 所以如果沒出現 我再做一次 其實我建議你可以用選的 因為選的一定不會錯 但自己打可能會錯 豆點有沒有 然後他會提示 你也可以自己打Ascending 或者你打一個X 我發現X他就出現了 他會提示 這個 好 然後第三個可能還需要的 就是他的 一個參數叫做Header Header的話就是這個參數 Header就是有沒有標籍 這個我建議是一定要加 因為沒有加的話 他好像排序的時候 會把你的標籍也排序進去了 完蛋完蛋了 你標籍就跑掉了 就上面這個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不能跑掉 所以你可能要加一個Header Header在這邊 有沒有 Header 所以你這個Header 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Header 冒號等於 冒號等於之後的話 前面那個叫參數名稱 後面就是帶給他什麼參數 要不要 要 我上面有標題 所以你確定要有標題 好 這樣的話 他就幫我排序了 OK 所以如果你執行這一行的話 他理論上 剛剛好像End Sub沒有 記得把這個End Sub加一下 這一行放在這裡面 按個Tab鍵 好 那排彎序了 所以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先去邊寫邊跑 按F8 跑跑看 這一行 他的效果就等同 剛剛我們優標放A1 然後點選A到Z的效果 看一下結果 OK 看一下有沒有 一模一樣 那接下來的話 再來我只要把它刪除什麼 游標放B1 Ctrl向下 加1 有沒有 然後再取的第二個是 游標放A1 Ctrl向下 把中間的這些列通通刪掉 可是如果要寫 剛剛的這個動作的話 該怎麼寫 所以 我寫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如果要把那些列刪掉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能會有幾個 這個列 我希望用R1的話 等於什麼 等於B1向下追蹤 所以把游標放B1 然後向下追蹤 所以這邊的話B1 然後向下追蹤的話 一樣 點END 然後向下就 刮鬍之後 XL down 抓到的列 點Raw 然後記得加1 因為我要刪的是 不是刪這一列 而是它的下一列 所以 這個的下一列 所以得到的就是2093 得到2093之後的話 再Enter一下 然後有一個R2好了 等於什麼呢 你看把上面這個 複製一下比較快 複製的時候不要加1 把這個複製一下 這個改成A1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R2是A1向下追蹤 得到的就是這裡啦 所以我希望把這一R1列到R2列把它刪掉的話 那其實底下的話可以取用一個物件名稱叫Raw 加S RawS 哪個範圍跟他講一下 請你幫我從R1的這個儲存額開始 到R2的這個範圍之內的那個把它刪掉 可是特別注意它刪的規則是這樣 它基本上要把它串在中間 所以R2End 後面記得加一個冒號 冒號的話是到的意思啦 哪一個列到哪一個列 所以這邊再加一個End 然後再加R2 也就是說我這一列到這一列 後面加一個點Delete就可以了 那它就知道說 你要3的是不是從那個 我把這個程式拉上 我們按F8 R1我看2093對不對 OK好 沒錯 然後這個的話應該是比較多 應該是6000多 6343 沒錯 所以它這個時候就執行2093這一列 到的話記得是中間加冒號 6343這個範圍把它刪掉 所以這樣的話就有點像我剛剛選起來之後刪除 到底是一模一樣的喔 只是說這個是程式的寫法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底下這些東西呢 就通通乾淨了 好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會 相對清爽啦 所以留下來就是我們要的啦 只是說呢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我需要把這一個資料呢 剖開來放到這邊 那當然第一件事喔 我們需要先在這上面加上那個編號 那我剛有做過啊 把1 Ctrl鍵按住 我拉 1 2 3 4 應該到這裡 到I 拉的時候記得按Ctrl鍵 不然它不會加1 1 2 3 4 5 6 然後把這一些 剖開到這邊 所以可能會有兩個動作啦 就是把它先 增加1到6 然後把這個東西 剖開放到這邊來 其實最後呢 再把這個刪掉的話 那其實不就OK了嗎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針對那個大熱的號碼 把它剖開來的部分 那如果這個剖開來OK之後的話 那其實應該很接近的 因為資料都有了